哎呀 你咋来了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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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距离我们最近的地外天体 从人类抬头仰望夜空的那一刻起 它就在呢 可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神秘 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你是否想过月亮有可能是人造的 唐朝断成事编写的《有洋杂组》中 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说是唐朝大和年间 也就是公元827到835年 当时有叫正人本的 他的表弟跟一个姓王的秀才 到河南松山旅游 这俩旅游放着好道不走 专挑那人迹罕至的野路 一通翻山越岭 果不其然 迷路了 眼瞅着天要黑 急得都不行了 结果兜兜转转 突然听见草丛后面有大呼噜的声音 听上去不像野兽啊 应该是个人 扒开草丛一看 果然有个人枕着个包裹跟他睡觉了 原文这里的描述是 建议人不一 慎洁白 整一服务 方眠熟 大家记住这句话啊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借他干嘛呀 不闹不闹啊 这句话后面真的有用 再说这二位可高兴坏了呀 赶紧喊的人想打听下山的路 可白衣怪人抬头瞅了一眼 接着又睡下了 还没搭理他们 也是啊 人家睡得正香被你弄醒 哥谁也不爱搭理你不是 正人本的表弟和王秀才 好不容易见到希望 那哪能放过呀 又喊了好几遍 那白衣怪人终于烦得受不了了 坐起来招呼他俩 来来来来 你俩过来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二人壮着胆子到跟前 把来意意说 又随口问了句 您打哪来呀 接下来白衣怪人说了一段 特别奇怪的话 他没直接回答问题啊 而是先反问二人 君之月乃七宝何成乎 这里所谓的七宝 可能是作者借用了佛教的说法 翻译成更容易理解的话 那就是月亮是某种复合型材料 建造而成的 并非自然产物 话说 你觉得那是种什么复合材料呢 接着第二句话 更不得了了 白衣怪人说 月事如丸 其影 日朔其突处也 这句不用翻译 大家都懂 因为对于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来说 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月球是球体 本身不发光 亮处是反射太阳光的 阴影则是光照在突出的球面上形成的 可您别忘了 这话出自于一个唐朝人之口 虽然早在汉朝的道教文献中就有过天体如弹丸的说法 但表述并不具体 而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诞生于1608年的荷兰 普遍认为的第一张月球表面图是伽利略在1609年绘制的 有羊杂足里这段记录足足比他们早了770多年 白衣怪人在没有科学观测仪器辅助的情况下 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接着往下说 接下来白衣怪人终于回答了二人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 他从哪来 常有八万二千户修职 与计一数 这就有点科幻了 按他的说法 月球不仅是用复合材料人工建造而成的 上面还有八万两千户常住居民 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建造和维修月球 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您琢磨 他这描述的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怪人说完 打开包裹 里面有一些看上去像斧头枣子之类的工具 应该就是他修月亮用的 另外还有两包明显是食物的东西 怪人称之为玉蟹饭 他倒是很大方 拿出一些分给两人让他们吃 并且交代说 分食此 虽不足长生 可一生无吉尔 独立包装 不用烹调可直接食用 呈粉末状 看描述这玉蟹饭倒像是某种 添加了抗生素和营养物质的压缩干粮 聊完天吃完饭 白衣怪人抬手指了指某条小路 告诉二人 沿着这条路走就能回到关道上 路吃二人组刚准备回头道谢 却发现白衣怪人就像突然出现一样 又凭空消失了 好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那段 对怪人外形的描述 还记得吗 见一人不一 甚洁白 像不像是 这位 以上内容出自唐朝断成事的 有洋杂组天职 玉府修阅一篇 内容相当有意思 关于里面的白衣怪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很多人都分析过 大体来看有这么几种说法 其一 这是未来人类宇航员穿越回了古代 而它来的那个时代 月球上已经建立了可以容纳数万人居住的基地 其二 月亮是某种文明建造的巨型飞船 只不过伪装成了地球的一颗卫星 这也与当下网络上流传的人造月球论不谋而合 其三 月球是上一轮地球文明幸存者 依靠遗留的科技建造的秘密基地 其四 人类中存在超越时代的种族或者神秘组织 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地外生存技术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对普通人隐藏了起来 其五 白衣怪人并不存在 正人本的表弟和王秀才被灵魂穿越者占据了躯壳 或者根本就是两个穿越者假扮的 而本尊已经死在了松山深处 其六 段城市老爷子瞎鞭逗我们玩的 你觉得第几个猜想比较靠谱呢 中秋节到了 赏月的时候 不如把这个故事也讲给家人听 看看他们支持哪种观点呀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切勿当真 不过前两天咱们的三位航天英雄 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太空生活安全落地 相信不久的将来 咱们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月球基地 到那个时候 搞不好真有哪位宇航员 无意间打开了时间之门 穿越回了古代呢 好了 这就是有羊杂组天职 欲辅修悦的故事 我是猫猪 祝屏幕前的你中秋节快乐 何家幸福 更多知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谈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